草屯政公所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共同簽訂防災合作備忘錄 希望可以加強兩邊聯絡的管道 共同來提升社區防災安全意識 與防災工作的推動 大家都知道慈濟在我們的社會 就幫助非常的多 在每一次的災害都能夠看到他們的身影 那這一次草屯政公所與慈濟 這一個的合作 希望能夠達到說 儘快地將我們的災害減到最低 然後即時地就能夠到達災害現場 來做好我們的救災工作 台灣未處颱風地震平冷的 世界高災害風險區 2012年舒辣風災 2017年梅雨封面都釀成水災 更讓民眾感受到自然與人為災害 對安全所造成的威脅 因此提升社區防災安全意識 與推動防減災工作刻不容緩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像我們跟草屯政公所 更能夠向前邁進一大步 往後會更落實在社區 社區的平安 整個社會的平安 社會的平安 國家的平安 這邊復料理我們曾經兩次的災害去做清掃的工作 因為這樣的機源 所以希望以後我們實際可以做後勤的資源 大家為了我們的草屯政的鄉親 大家共同來努力 簽約現場並展示許多慈濟基金會自行研發的救災物資 包括符惠床、隔屏、安心生活包、毛毯及手套等等 將防救災與環保科技結合 先議員蔡明璇特別感謝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志工 無私奉獻與大愛的精神 共同合作為草屯政災害防救貢獻心力 要感謝我們慈濟的志工 可以奉獻他們大愛的一個精神 一起跟我們的地方來做一個配合 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慈濟的基金會自行研發的一個防災的 還有我們救災的一個物質跟一些物品 特別展示出來 也要感謝他們把他們的這些環保的一個科技 一起帶到我們的民間來 跟我們民間政府一起來努力 把我們救災的互助的一個精神 把它發揮到最大的一個極限 南東縣多山藉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人力物資與經驗的加入 相信更能提升草屯政救災與預防應變能力 進而達到減災與保障證明生命財產的目的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 好 好 好